在这块区域呢,我是这样安排的 玉璨、樊根、观赏草、还有这种青苔 来过京都旅游的人都知道 日本人特别喜欢青苔 东京的一些时尚人士 一些搞艺术的呀 他们甚至在高档公寓区 特别人为的开辟一些环境 来收集各种各样的青苔 要是仔细观察的话呢 各个品种的青苔确实也是不一样的 风情万种啊 比如说这个呢叫做黄金锦 入香随俗吧 我呢也就收集了一些 因为这个青苔呢 一定要种在潮湿多余的地方 日本当然就特别适合这种植物的生长 樊根也是我的最爱 它在春天的时候 开出来的花呀 也是不亚于其他的花卉 可以作为观赏花来种植 同时呢 它的叶子色彩斑斓 品种繁多 千姿百态 品种也非常的多 所以呢 每到秋天 我都会入手几棵 因为它是最普通的圆域花卉 所以呢 价格也很便宜 买来就直接就种了 省的育苗了 还有一种观叶植物就是玉璨 我呢这个这个区域夏天的时候是杂草覆盖 这个玉璨呢就是生长不良 刚刚把杂草除完 湿了一下肥 你看它的新叶子就一下子冒出来了 给我很大的惊喜呀 所以我这一块区域呢 全部是观叶植物 而不是观花植物 其实也挺好看的